老公没有生育能力 我好心瞒着他 而他却带着一个孕妇去产检 两人心一至极 后来我也怀孕了 老公高兴得不行 我笑了 他可真是个傻缺啊 我的老公李亦凡出轨了 小三是店里的销售员 而且还怀上了孩子 这是我今天亲因所见 要不是亲因所见 我怎么也不会相信一直满嘴爱我的男人 会背叛我 我们结婚五年 一直没有孩子 结婚第一年 我们都以为是工作太累 所以才没有怀上 毕竟爸妈作为嫁妆 给了我和李亦凡一间金店 生意特别的好 我们每天都是忙到很晚 这种情况下 怀不上也正常 第二年 婆婆想抱孙子 让我减少工作 便把小叔子叫回来帮忙 可是闲下来的我 还是没有怀孕 婆婆便开始冷嘲热讽 名利案例指我连孩子都怀不上 第三年 婆婆说我有问题 强行拉我去医院做检查 我们大吵大闹了一场 婆婆甚至当面骂我是不会下蛋的鸡 我爸妈虽然觉得婆家人做得很过分 可想到我嫁进李家三年都没有怀孕 觉得理亏 便又给了李亦凡一间金店 看在金店的份上 事情才算平息下来 从始至终 李亦凡对我说的都是 有没有孩子都无所谓 他爱的是我这个人 也是因为他的话 我没有再跟婆婆计较 不过 我那次后也去做了检查 拉着李亦凡一起 也是想着难道真的是我们俩之间谁有问题 然而检查完 我是没有问题的 有问题的是李亦凡 他完全没有生育能力的 为了不伤及李亦凡的自尊 我慌成是我不能怀孕 我没有想到我在顾及他的自尊时 他却已经有了二心 那满嘴说着爱我的话 竟然都是假的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不停地流着眼泪 脑子里全是刚刚李亦凡 搂着小三亲密的画面 我紧紧地攥着床单 咬着唇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不过要是知道我在家 哪怕看我在哭 不但不会安慰我 只怕还要嘲讽我 不会下蛋还有脸哭 离婚 在我冷静下来后 就有了这个念头 我可以忍受一切 却不能忍受丈夫的背叛 只要一想到他抱着别的女人睡觉 我就觉得恶心 这婚离定了 妈 小云在家吗 李亦凡回来了 正好找他摊牌 我刚起身 便听见婆婆冷嘲认讽道 回来什么回来 一天都没有看到人了 也不知道跑哪儿也去了 我说亦凡 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婚 茶茶现在月份越来越大 你总不能让你的儿子没有户口吧 我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婆婆也知道这事 所以这是早一谋好的 妈 你别着急 新店转让的事 还在办理中 最后的程序还给小云签字 等她签了字 我马上提离婚 关于店铺转让的事 我是知道的 李亦凡跟我说过 店铺虽然爸妈在给我们经营 可店铺的使用权还在我爸妈手里 李亦凡的意思是转移到我和他名下 这要免得梁朗要是出现个什么意外 到时候龙转让的时候会很麻烦 我爸妈就我这一个女儿 自然所有的家产都是我们的 李亦凡在给我说这些的时候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他打的是这个如意算盘 转移到我们名下 那他就有一半 到时候离婚 他便就可以分走一半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在一起生活了五年的男人 竟然处处透着算计 好了 妈 我累了 先回房间躺一会儿 知道李亦凡要进来 我连忙跑到床上躺下 假装睡觉 李亦凡推开门进来的时候 见我在房间里 明显愣了一下 小云 你在家啊 我不坐迷迷糊糊的睁开眼 亦凡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现在几点了 我整个人看上去 像是什么也不知道一般 你 怎么了 是不是不舒服 李亦凡带着试探的万恩 应该是感冒了 回来吃了感冒药就睡了 没想到一睡竟然睡了这么久 李亦凡见我这么说 明显松了一口气 你既然不舒服 那就再躺一会儿 我去给你倒杯水 看着李亦凡走出去的背影 我甚是觉得可笑 笑着笑着 眼角溢出了泪水 李亦凡端着水走了进来 我连忙擦干了眼泪 来 喝点热水 李亦凡把水递到我面前 我接过来喝了一口 小云 上次我跟你说的是 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什么事 我知道他说的什么事 我是故意装不知道的 我倒要看看 这男人能不要脸到哪种地步 李亦凡没脸没皮到 就是店铺转让的事 你跟你爸妈提了吗 这件事啊 我还没有提呢 现在转让还早了吧 见我这么说 李亦凡竭了 哪里早了 你看他们现在身体不好 我不是咒他们 这意外说不定哪天就来了 就算转让到我们名下 我又不是不给他们养老 看着他说的如此冠冕堂皇 我被气笑了 自己真是什么眼光 竟然会看上这么一个自私自利的男人 小云 我们夫妻这么多年 你是不是不相信我 你这么着急做什么 我又没有说不准 只是觉得早了 难道你心里有鬼 我目光审视的看着他 他立马就心虚了 笑着打满呼眼 说什么呢 我天天在店里 你又不是不知道 生意都忙不过来 哪里有时间有鬼 你说暂时不准 那就不转 我知道他这是怕激怒了我 我困了 再睡一会儿 我回到床上躺下 关于他出轨 找小三的事 我是一个字没有提 第二天一早 我去了店里 也见到了小三茶茶 他顶着大肚子热情的跟我打着招呼 我看着他的肚子笑问道 几个月了 五个月了 茶茶摸着肚子一脸幸福的说 这么算下来 您前他们就已经搞在了一起 我竟然过了这么久才知道 那你这月份挺大了 怎么不休息 你老公也放心你继续工作 我以为我这么问茶茶会心虚 可他却不要脸道 我老公他是心疼我 不让我工作 毕竟我也不像小云姐你这么能干 可我这不是不放心吗 我得天天看着他不是 这话只差挑明了 每一次都充满着挑衅 若是换作我以前的脾气 我一巴掌早上去了 可打他一巴掌 也就解一时之气 他们敢在我眼皮子底下这么做 我怎么能这么轻易放过他们呢 看来你老公也是我们店的 怎么以前没有听你说过 刚谈没几个月 毕竟是私事 我们也不喜欢太多人知道 茶茶是看着李亦凡的方向说的 他又一次挑战我的底线 或者他就是想让我知道 然后与李亦凡大闹 这才是他的目的 可我又怎么会让他的目的达成呢 我装糊涂的点了点头 茶茶见我不多问 有些着急的问 小云姐 你就不好奇我老公是谁吗 这有什么好奇的 店里就这么几个男的 而且都老是本分 你跟谁我都放心 听我这么说 我明显感觉到了茶茶的愤怒 就这点本事 还敢在我面前叫嚣 茶茶还想说什么时 李亦凡走了过来 你们在聊什么呢 李亦凡看我的眼神 我感觉到了紧张 没什么 就一些家常而起 我不以为意的说 李亦凡明显有松一口气 小云 不是就让你在家好好休息的吗 店里有我就好了 我就顺便过来看看 这就回去了 我走的时候 透过玻璃 我看着李亦凡和茶茶在拉拉扯扯的 不用猜也能想到 估计就是让李亦凡快点离婚的事 我回到小区 进电梯时 遇见了隔壁的王子龙 三十好几的单身汉 整天有手 不务正业 是我和李亦凡最瞧不起的男人 他冲我点了下头 算是打招呼了 回家吗 我主动跟他说话 他被震惊到 因为我们做了四五年的邻居 从来都没有说过话 刚开始的时候 他跟我打招呼 但我一次都没有理过他 后来他也有了自知自明 不再和我打招呼说话 不过 偶尔会用色眯眯的眼神看我 李亦凡都提醒过我好几次 说这个王子龙对我心怀不轨 让我小心些 你还是一个人住吗 我再次主动搭讪 王子龙有些激动的连连点头 对 对 我 我还是一个人住 爱 一个人住真好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长叹了一口气 无奈的肃起苦来 女人一半弱 男人就心软 特别是对你心怀不轨的 我不是不会查 以前只是恪守本分 既然我为之守本分的男人 自己都不自重 我还尊重他做什么 见我一脸伤心的模样 王子龙关心的问 你怎么了 是不是在家和你婆婆吵架了 你都听到了 我垂下眸子 仿佛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 王子龙点了点头 恩 偶尔有听到 这时电梯门开了 到了我们住的24层 我出了电梯 却并没有回去 而是站在电梯口的回廊上 你不回去吗 王子龙关心的问 我伤心的摇了摇头 回去又是吵架 这样还不如不回去 那你要不要到我家坐坐 王子龙试探的邀请 我看着他 好一会儿便点了点头 王子龙再次震惊 他没有想到我会答应 还这么爽快 其实我是故意的 今天去金店是故意 回来也是掐着点 故意与王子龙偶遇的 邻居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 我自然有了解到王子龙每天行程 一般上午是看不到他人的 他通常是吃了午饭 然后出去打牌 五点准时回来 王子龙将我引进了他家 果然是单身男人 家里是乱糟糟的 衣服袜子沙发上扔的到处都是 餐桌上也都是吃剩下的餐盒没有收拾 男人都这样吗 不 李亦凡不是 他是见不得一点乱 他会把家收拾得很干净 这也是我当初看上他的原因之一 还有一点是他老实 可事实证明 老实的男人他干起事来 不一定老实 王子龙连忙将沙发上的衣服和袜子 都扔进了沙发底下 家里有点乱 我平常不这样的 就是这两天太忙 没顾得上收 男人都这样吧 都会为自己的行为找理由 王子龙给我拿了一瓶没有开的矿泉水 我看着水道 你家里就只有水吗 难道没有酒 王子龙没想到我会主动要酒 反应过来后 便去冰箱拿酒了 他给我一瓶啤酒 我拿着瓶子猛灌了自己一大口 一起喝啊 我拿过桌上的杯子给王子龙也倒了一杯 然后我们俩你一杯我一杯的喝了起来 我向他诉了在家婆婆如何如何对我的不好 他在一旁安慰我 我们在一起不知道喝了多少杯 然后请到深处 我们越了雷池 做了不该做的事 一切发生后 我们累得大睡了一觉 酒醒 人醒后 王子龙有些慌了 他大概也是没有想到会跟我睡上觉 小云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昨天晚上喝多了 你放心 我会负责的 我吃笑一声 我都已经结婚了 你怎么负责 王子龙愣住了 傻傻的样子 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是我不想李亦凡知道 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在我的提醒下 王子龙反应过来 连忙点点头 你放心 我保证什么都不说 那就好 你应该也知道 说了对你也没有好处 我先回去了 下次我再来找你 好 王子龙连忙点头 我已经将衣服穿好 离开了王子龙的家 这一切都是我故意的 我要报复李亦凡 我想让他知道 我跟他最瞧不起的男人睡觉了 甚至是怀上孩子 我要让他比吃了苍蝇还要恶心 我回到家 婆婆和李亦凡也起了 见我进来 婆婆开始冷嘲热讽 一个结了婚的女人 夜不归宿的像什么样子 女人夜不归宿就不像样子 男人就理所当然 这世界对女人还真是不公平 婆婆走近 闻到我身上的酒味 然后很嫌弃地挥了挥手 这是去喝酒了 小云 你怎么还去喝酒了 李亦凡上来关心地问 看上去依旧是那个爱我的男人 可我知道这个男人 她的爱早已经没有那么纯粹了 就是几个姐妹约着去喝KTV了 我随便扯了够话 那你快去休息吧 李亦凡并没有怀疑 不是她绝对地相信我 以前我和小姐妹也出去喝过酒 可不到两个小时 准回打电话来 现在她电话没有 也没有质疑 其实很明显 她的心已经不在我这儿了 我挥了挥手 摇摇晃晃地回了房间 刚进屋便就听见婆婆在向李亦凡抱怨我 无非就是说一些我不好的话 而我只是笑了笑 起了澡 躺床上呼呼大睡去了 自从有了第一次偷星 便就会有第二次 第三次 每一次都是我主动的 只要张亦凡借口店领忙 我就去找王子龙 她能摟着别的女人睡觉 那么我也能躺在别的男人怀里 一晃一个月过去了 这期间 李亦凡不止一次催过我转让的事 只不过每次说到转让 都被我堂塞了回去 直到我拿到怀孕检查单这一刻 我拿着怀孕检查单 给李亦凡打了电话 跟他说谈经典转让的事 一听我说要谈经典转让的事 李亦凡立马说回来 不到半个小时 他便赶回了家 我在客厅沙发上坐着 老婆 走 趁现在半正的还没有下班 我们去打电的敏感了 李亦凡一回来便着急的跟我说 我坐在沙发上没有动 不着急 什么时候办都可以 我们还是先聊一聊我们的事吧 我们的 事 李亦凡变得有些心虚 紧张 我逆视了他一眼 然后看了一眼 躲在房门口偷听的婆婆 妈 你要听就出来听吧 婆婆见被发现 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我将怀孕报告放在了茶几上 然后淡淡道 我怀孕了 李亦凡和婆婆同时被震惊住 你 你怀孕了 这 这怎么可能 你不是不能生孩子吗 婆婆震惊地问 也是问出了李亦凡的心声 我冷冷地笑了笑 医生说我只是很难要上孩子 又不是说不能生 前不久我妈给我找了个老中医 只能说这么老中医还挺厉害的 这个消息对李亦凡和婆婆来说 有些震惊以外 还有些不知所措 还没有等两人缓过进来 我把找人拍下李亦凡和茶叉苟且的照片 也拿出来甩在了茶几上 李亦凡看到照片 一下子就慌了 老婆 你听我解释 都是这个茶叉勾引我的 我是爱你的 我爱的只有你 爱我 这话听着多少有些讥讽 老婆 你要相信我 除了你 我就没有爱过任何人 李亦凡跪在我面前 哀求地让我相信他 婆婆这时也不知道说什么 茶叉有了孩子 现在我也有了孩子 我平静地看着李亦凡问 茶叉的孩子是你的 我 李亦凡说不出话来 我笑了笑 李亦凡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一 跟我离婚 从今天主动请辞离开 去跟你的茶叉在一起 二 让茶叉打掉肚子里的孩子 将她赶走 从先不再联系 我们好好过日子 等孩子生下来 我就去找我爸妈 将今天转移到孩子名下 两个选择 你自己选吧 我选二 李亦凡毫不犹豫地就做了选择 这是我意料之中的 李亦凡虽然很想要孩子 可又守不下利益 现在孩子利益能双的 他又怎么会不做选择呢 老婆 我现在就跟茶叉打电话 让他去打掉孩子 为了赢得我的信任 李亦凡连忙掏出手机 给茶叉打电话 不过 被我阻止了 我约了他明天见面 我陪着你一起去 我要看着他的孩子没了 这样我才能安心 见我这么说 李亦凡先是脸色变了一下 后还是点头答应了 婆婆上前拉了拉李亦凡的衣袖 想说什么 见我脸色难看 到嘴边的话又淹了回去 今天早点休息 明天恐怕会有的折腾 我拍了拍李亦凡的肩 留下了一抹别有深意的笑 然后转身回了房间 第二天一早 我和李亦凡一同出现在了与茶叉约定的地方 茶叉见我和李亦凡一起来 眼色很是震惊 我开门见山道 茶叉 你和李亦凡的事我已经知道了 茶叉先是一惊 后高傲的仰起了头 小云姐 竟然你已经知道了 那还请你不要再纠缠一帆哥了 你们俩人之前早已经没有了感情 你再这样霸着他不放 他心不在你这儿 你们就算在一起也不会幸福的 况且我现在还怀了亦凡哥的孩子 茶叉走到李亦凡的跟前 高傲的姿态已经向我宣示了主权 我微微笑了笑 啊 是吗 你要不要万一问他是什么想法 茶叉很自信地看向李亦凡 而李亦凡却迈步拉开了与茶叉的距离 站到我这边 冷漠地看着茶叉 茶叉 我和小云是不会离婚的 这笔钱算是我补偿给你的 一会儿和小云陪你去把孩子打掉 从此以后我们不要再见面了 亦凡哥 你说什么 茶叉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李亦凡 李亦凡将钱塞进了茶叉的手上 走吧 我们现在去医院 我们需要看着你把孩子给拿掉 李亦凡 你这个混蛋 我肚子里可是怀的你的孩子 你就这么狠心 茶叉气得大吗 我微微笑了笑 茶叉 看到没有 小三始终是小三 你对李亦凡来说 不过是一个声誉的工具 现在你这个工具没有了用处 那自然也就没有留下的必要了 我的话将茶叉刺激不清 我也是故意要刺激她的 气愤不已的茶叉 当即怒斥道 李亦凡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以为孩子是你的吗 别自作多情了 你说什么 李亦凡上前拉着茶叉的手指问 茶叉用力的将她的手甩开 呵呵 你以为孩子是你的吗 我告诉你 我有男朋友 我们很相爱 我之所以跟你勾搭在一起 也是看上了你口袋里的钱 因为你的钱 不仅可以养活我 还可以养活我肚子里的孩子 甚至是我男朋友 像你这样的冤大头可不好找 啪 李亦凡气愤下 崇重的一巴掌打在了茶叉的脸上 愤怒的大骂道 你这个贱人 你竟然敢欺骗我 你又是什么好东西吗 茶叉弄声反击 小云姐 你可别被这个无耻的男人给骗了 他之所以一直还没有跟你离婚 也是因为看上了你的财产 想把你娘家的钱掏空后 然后再一脚把你给踹了 你这个贱人 你给我闭嘴 李亦凡冲着茶叉怒斥 想阻止他继续说下去 可是在气头上的茶叉 又怎么可能就这么算了呢 怎么 李亦凡 你是怕我把你干得肮脏事告诉小云姐吗 你有胆子做 没有胆子敢承认吗 贱人 你给我闭嘴 看着扭打在一起的两人 我默默地站在一旁看戏 啊 茶叉突然惨叫一声 躺在了地上 从大腿根处流下了血 李亦凡被这一景象给吓倒 茶叉流产了 茶叉被送到医院 结果因失去过多 孩子没有保住 茶叉报了警 告了李亦凡故意杀人 李亦凡被带到了警察局 茶叉和他那个混混男朋友 扬言李亦凡故意杀人 要他赔五十万 不然就要他坐牢 我查了有关法律 故意导致受害者流产 确实会被判刑 情节轻的一年以下 中的三年以上 大概茶叉也是找了律师 不然也不会赶这么狮子大开口 李亦凡被关在警察局里 婆婆着急了 为了救李亦凡 她跪到我面前求我 希望我能拿钱去救她儿子 小云 不管怎么说 一凡都是你的老公 也是你肚子里孩子的爸爸 难道你想看到她坐牢吗 你想到时候孩子出生 让别人知道 她有一个坐过牢的父亲吗 看着跪在我面前的婆婆 我无动于衷 不是我心狠 而是现在看着她 就让我想起 她以前对我的种种 哪怕我尽心尽力地去讨好她 而她对我态度始终都非常的恶劣 那些辱骂过我的话 我至今记忆犹新 今天若不是李亦凡出事 她又怎么可能以这种姿态跟我说话呢 如果我要是不知道李亦凡的阴谋 他们得到了今天的转让权后 只怕会毫不留情地将我一脚给踹掉了吧 想要我拿钱救她也可以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我冷冷地开口道 见我松了口 婆婆连忙擦干眼泪道 什么条件你说 不管什么条件我们都答应 我要跟李亦凡离婚 她必须净身出户 我一字一句地说 这些年真正是李亦凡赚钱买的 就她那辆破车 我不想她轻松分走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 我爸辛苦打来的产业 凭什么要分给这么一个肮脏的小人 就算我要跟她离婚 我也要让她一分钱都拿不到 离婚 婆婆犹豫了 她一点也不傻 若是离婚 就他们的家庭 哪里能过上现在这么优渥的生活 要是不同意 那就让她坐牢吧 到时候我可以上诉离婚 她婚内出轨 我想只要我给一笔钱查查 她应该会很乐意为我作证 到时候她不仅一分钱都拿不到 还要在老里待上个一年 甚至是三年都有可以 见我态度这么坚定 婆婆隐忍的情绪终于爆发了 指着我破口大骂 张晓云 你还真是够狠心的 往我们当初对你那么好 好心都被拿去喂狗了 我没有再理会她的谩骂 将行李打包好离开了家 我不担心李亦凡和婆婆不会同意 李亦凡肯定不想坐牢 在我意料之中 李亦凡同意离婚 净身出户 她签下了离婚协议 小云都是我对不起你 我知道我不配得到你的原谅 可是能不能 能不能以后孩子出身 让我看看孩子 李亦凡祈求地说 满眼是一个做父亲的渴望 我微微勾了勾嘴角 缓缓开口道 李亦凡 之前你身体的检查报告 我一直忘记给你了 我觉得现在也是时候给你了 我从包包里掏出了那份 被藏了两年的检查报告 我将报告递到了李亦凡的跟前 她拿起报告 看着上面的内容 眼睛瞪得大大的 满脸是不可置信的表情 看清楚了吗 不能怀孕的不是我 而是你 所以 不管是茶茶 还是我 肚子里的孩子都不是你的 你竟然不是孩子的父亲 那见不见也没有这个必要 你说呢 这报复的快感让我爽快极了 特别是看着李亦凡那震惊过后愤怒的模样 张晓云 你这个贱人 你竟然敢背叛我 他愤怒地冲起来就要打我 不过很快便被警察给按了下去 我冷冷地看着他 李亦凡 我那么爱你 那么相信你 甚至为了不伤及你的自尊 我不惜说不能生孩子的人是我 让我的父母同我一起承受你们家的辱骂 可你呢 你是怎么对我的 你背叛我也就算了 我理解你想要孩子的心 可是你千不该万不该算计我爸爸辛苦挣了家产 既然你不仁 那你就不要怪我不义 听了我愤怒的斥责 李亦凡整个人摊在了椅子上 也算是冷静了下来 现在你也报复了我 我也受到了应有惩罚 你是不是可以把我弄出去了 我听妈说 你同意给茶茶五十万 她就撤诉 她知道现在一切已经成了定局 再跟我吵跟我闹也无济于事 现在只求那五十万 我歉意道 对不起啊 我是答应了你妈的条件 给茶茶五十万让她撤诉的 可是今天我找她的时候 她又不同意了 所以我也无能为力 张晓云 李亦凡冲着我怒吼 我起身 冲着她微微笑了笑 我还有事就先走了 我离开了警察局 茶茶在门外等着我 看着我出来 便笑着迎了上来 小云姐 我从包包里掏出一张卡 将卡递给了她 这里面有五十万 没有密码 小云姐 谢谢你 茶茶看着卡 双眼发亮 连忙伸手接过了卡 五十万对她来说 不吃不喝都得挣上五年 现在这么轻松就拿到了 没错 我收买了茶茶 让她将李亦凡状告到底 茶茶一听 不仅能让李亦凡受到惩罚 还能拿五十万 立马就同意了 小云姐 没想到你会这么狠 茶茶忍不住说道 我笑了笑道 因为你没有全心全意地 深爱过一个人 所以无法体会被这样一个背叛会是什么心情 我还清楚地记得 当我发现李亦凡背叛了我 甚至还要算计我时 我当时杀她的心都有了 这一点点小小的惩罚又算得了什么 茶茶没有遵守我和她之间的约定 她拿了我的钱 却又收了我婆婆的好处 取消了对李亦凡的状告 她直接跟她男朋友拿了钱消失在了市里 应该也是怕我找她要回五十万 婆婆是把家里的老房子买了 给了茶茶四十万 这才救出了李亦凡 从警察局出来的李亦凡便来了店里闹事 见我没有在店里 闹了闹便也就走了 可是她并没有放弃 时不时便跑到店里一闹 我卖掉了跟之前李亦凡的婚房 在另一个区买了房 一是不想李亦凡来打扰我的生活 影响我和孩子 二也是为了逼着王子龙 我知道他也在找我 当初之所以跟他好上 完全是为了报复李亦凡 就像之前我说的那样 对王子龙这种不上进的男人 我是看不上的 况且我现在刚从一段失败的婚姻中走出来 对感情 对婚姻都还处在失望中 又怎么可能再进行一段新的感情呢 张晓云 我总算找到你了 李亦凡怒气冲冲的冲了过来 我没有想到李亦凡竟然这么快就找到了我 李亦凡上前一把拽着我的胳膊 发出冷笑 张晓云 没有想到我会找到你吧 你这个贱人 我看你往哪里躲 李亦凡 你干什么 我用力地甩开李亦凡的手 生怕他伤到我肚子里的孩子 李亦凡紧紧地抓着我的胳膊不放手 张晓云 你骗我离婚 让我净身出户 你以为我会这么跟你算了吗 今天你要是不给你个一百万 你休想好过 一百万 李亦凡 你怎么不去抢 你给我放下 否则别怪我报警 怎么 你是在警察局这两天还没有带够吗 我发出警告 以为李亦凡听到报警 便就会害怕 毕竟他在警察局带过 知道那里的滋味 可是我没有想到的是 李亦凡还是就如发了疯的野狗 根本不再怕的 你去报警啊 就算是被抓 我也要拉你一起 就在我们俩用力地拉扯中 王子龙来了 他冲到了我的面前 将我护在了身后 李亦凡 你干什么 王子龙 原来那个野男人是你 好你个张晓云 你竟然出轨给了这么一个男人 你是在故意羞辱我吗 李亦凡在看到王子龙时 更加的气愤 毕竟王子龙是他所瞧不起的人 李亦凡发了疯一般 将王子龙推开 然后向我冲来拉扯中 我被李亦凡一把推倒在了地上 有一股暖流从我下地烫过 我清楚 我一直小心翼翼呵呵的孩子 从我身体里消失了 我倒在地上 整个人没有任何的感觉 只感觉下身冰冰凉的 小云 你怎么样了 王子龙连忙过来将我扶住 李亦凡见我下身都是血 吓得当场溜之大吉 我的孩子没了 这大概就是报应吧 我设计险害 让茶茶的孩子在意外中流失 而我的孩子也在意外中流失 虽然这个孩子是我用来报复李亦凡的 可是这几个月下来 看着他在我肚子里一点一点的成长 我早已经把他当成了我生命中最重要 我搬家 我躲着李亦凡 躲着王子龙 最终我还是失去了他 还是遭到了报应 李亦凡大概是知道我流产了 整个人如人间蒸发了一般 消失不见 也没有再去店里闹 更没有出现在我的面前 反倒是王子龙 我小产住院的这些天 他一直陪在我身边 尽心尽力照顾我 不管我怎么对他发脾气 他是一点怨言都没有 一直默默地守着我 直到我出院的那天 他第一次认真开口跟我长谈 小云 我知道你跟我在一起 是因为一时赌气 可我是真的喜欢你 我知道我配不上你 这段时间是因为你需要人照顾 我才陪在你身边的 你放心以后我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 打扰你的生活了 我想说什么 最终还是没有 因为我确实如他所说 对他没有任何的感情 王子龙也正如他所说的 从我出院以后 便再也没有来找过我 更是连一个电话都没有 仿佛从来都没有在我的生活里出现过 我的生活也回归到了正轨 开始用心地经营我的小店 爸妈也给我安排了不少的相亲 可是都被我一一给回绝 现在的我根本还没有勇气 去接受一段新的感情 还有我这样的感情 会え走之后 我一位 你不会感受的 你出门 想法 对不得 你不想到 我以后